我们大家请合掌 阿末本师释迦牟尼佛 阿末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毕丘 各位毕丘尼 各位萨米萨米尼 各位居士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继续来跟大家略视法华经的内容 在续品当中我们谈到了弥勒佛 弥勒佛他见到了世尊入无量益处三昧 那么这个无量益处是什么 无量益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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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法华三经当中的起经 发起 发起的主觉 就是我们的主要的菩萨 发起重的 是文殊师利菩萨 那么呢 谈的是什么呢 谈的就是实相中的无量益 实相中有无量益 那么到了法华经来呢 他就基于这个无量益 他是成先起后 什么样是无量益呢 就是实相是无量益 那么实相当中最核心要表现的 就是般若见解 什么叫般若呢 般若你可以勉强解释文 这个智慧 但是呢 他不能够就说是智慧 为什么 因为智慧是世俗的一种说法 所以说在五不翻当中 他说是不是什么 这个 也可以说此方无 也可以说是多益 有多种意义 所以的话就不翻 不翻成智慧 那勉强说成是一种智慧 你要知道智慧是通世俗的 你比如很能够处理事情啊 人事之间呢 应对很好啊 那么这个 事情来了 举重若轻很好处理啊 这些 这些有时候也会被摄成是很有智慧哦 这样子 那么会考试会读书 有时候也被 那么我们其实我们那个叫做聪明啊 但有时候聪明就没有那个智慧那么高贵 但是我们这个老年人很有智慧哦 什么事情处理的很恰当 这个也可以 但这个通于世俗 有些情况常常是福报所称 因为他有福报 所以说呢 说什么都可以 化罪兼党 喊水了就结冻 意思就是说 他说了就算了 因为什么 因为要是不行 反正他会出钱嘛 反正他会怎么样 他会把事情解决嘛 所以大家都顺他的意思 结果我看你顺他的意思 那我也顺他的意思 那第三者看我们大家都顺他的意思 那么第三者也顺他的意思 结果他很多事情说了就能解决 这也是一种福报 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回答 这个人讲的是这样做 没人相信 但那个人讲的是大家都相信 一模一样的内容 就是你也可以说 有时候是叫道德 但有时候是福报 这不一定 像广青老师上 人家什么问他 他就说 两王密头 奇怪 大家都回去念两王密头 但换成人家来问我们 我们跟他讲 两王密头 他听了 真的吗 他就要想一想 为什么 因为道德修行 这不一定是跟智慧那么直接 但显然表现出 你的实践 你的行门 你的道德 你说了算 他就相信 他就等你一句话 他哪怕他猜得出来你怎么说的 他还是要从你嘴里得到这句话 那你说了 好 算 那就对了 人是这样子 这个事情充满在各种地方 例如在政治人物 比如说这个政治人物年老了死了半路 半路怎么样了被抓去关了 他儿子出来 他老婆出来 他女儿出来 照样选得上 他老婆当年做家庭妇女的政治毫不懂 没关系 因为他承载着他先生的那个政治资源 那什么资源呢 因为大家相信他先生 现在呢 谁也别信 就信他老婆 就信他女儿 就信他儿子 就把他儿子推出来 老婆推出来 所以为什么政治场合当中 会有家族政治 也是这样来的 这人的那个信心 人类的信息是很不足的 当他对什么东西建立信息呢 他就不想动了 我说在凡夫境界是这样 这种情况呢 就表现成为一种 他其实是很无名的 无知的 也是一种党派相结的概念 党派 这块肉你别拿 我也别拿 我们都给老大拿 那将来老大的儿子继续拿 我们大家就 我们的利害关系就平衡了 这样子 所以我等你一句话 但是呢 到修道来讲的话 就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真的叫智慧 那种智慧就是 他智慧一定配的道德 道德有时候不一定要有那么多智慧 但是他有道德 他就看起来有智慧 但光有智慧啊 光有那些经验啊 你没有那些道德来责服人啊 你讲了人家还是不一定听 这点要了解 所以说 就没办法解释成为智慧 般若这个这样内涵呢 他带着一种实践的道德 跟了解真理的实相的这种认知 那可以叫做这种智慧 这种智慧不是通于世俗 不是生灭相 是究竟极灭 导向于极灭 这叫做智慧 这叫般若 那么呢世尊呢 世尊在讲无量义的时候 就是在结合般若见解 特别是大乘的般若见解 这就是世尊出世的时候呢 有四个时间 他调手 第一个时间是直说界外大法 就三界外的大法 直说这个法 这个法呢不说给凡夫听 也不说给僧闻人听 但说给已经等待他成佛 再次说法的那些菩萨们听 世尊呢 在降生人间的时候 在兜率天 进入兜率天之前呢 在世禅天 摩西所罗王 那个王 世禅天的天王那边呢 与什么呢 与 所谓的毗卢浙罗佛 献的是世禅天的 他要有相 有色相 色身的 色界的最高 最高的世禅 那个不是证悟 那是一种禅定 但是圣人会寄居在那里 他四限在那个四天王天的 这 那个地方 那么呢 以这个什么呢 毗卢浙罗佛 卢瑟纳佛 所以报生佛 四限 那么呢 就做千叶莲花 讲说菩萨界 讲说菩萨界的时候 当时的世尊 因缘没到 因缘没到的时候 就在那个会上 哎 与十方分身诸佛啊 十方各处诸佛 那么他听 这个 卢瑟纳佛 讲这个菩萨界 不是说他不懂 也不是说佛与佛 这样不懂 都不是这意思 是每尊佛扮演的 那个角色不同 那么 讲说了 因缘到了 他观察因缘到了 来到 道立天 准备投胎 等着父母的因缘 那最后降生 这整个的过程呢 看在界外的菩萨当中呢 他们都是看得清清楚楚 那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 现在事件这样 事件那样 事件那样 他都知道 所以等到世尊来到人间 事件成佛的时候 那个人间的佛很小一尊的 你讲到妙音菩萨品的时候 哇 那个 苏佛是六万 六万多尤群 那他是四万多尤群 那我们呢 哇 几尺 才几尺 那就真的就是 跟细菌一样小 那佛事件在人间 也一样要事件的细菌一样小 那糟了 那些菩萨们呢 常年等着 听文法的菩萨们呢 也要等待 他要等待 世尊重新入灭 重新投胎 然后重新正果了之后 来讲法 他们又会来听 为什么 因为 从地永出品当中 告诉我们 有太多 六万 有六横和沙的 九柱 在此世间地下 九柱的菩萨 六横和沙 一一一菩萨 六横和沙的 这菩萨 每一位菩萨 或降六横和沙的眷属 五横和沙 三横和沙 乃至半横和沙 乃至千百万亿 这个眷属 乃至一万 乃至一万一千一百 一千一百 乃至五四三二一 乃至单己 五有眷属 这样子的菩萨 他都在哪里 他都在此地下方 你可不要想成地心 其实是怎样 是在这个地 地球上面的另外一个平行空间里 那么他们在等 他们在修行 长年以来就是世尊教导的 我已经熟悉了释迦佛的教法 所以释迦佛再来人间成佛 对那些菩萨来讲 那是刚好而已啊 他就来来去去老师 很不容易啊 今天去台北弘法 明天去高雄弘法 后来去美国弘法 弘法回来了 我还是得听他讲经 这个时候呢 世尊就对他们讲什么呢 戒外华言大法 有人讲说华言经怎么样 华言经不存原独庙 但是呢大部分是原教的道理 他带着原中带别 带着部分的方便法门 是这样 他就很广泛的说明佛的功德相 那些菩萨的界外的菩萨 都准备要成佛了嘛 他要去理解 谁能听呢 只有在界外的弟子们能听 这叫做华言时 佛出成佛的三七日 阿寒人看着他呢 是老人家坐在菩提树下 坐了三个礼拜 没动 但这三个礼拜 世尊忙得很 他正在对什么呢 正在对这个 界外的众生 不叫众生的 菩萨呢 讲说华言 当然不只是这样 华言还是有因缘还是继续讲 这个时候他同 同生一文了 开始他有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 陆院 吴比丘 人间这一世 陆院吴比丘 包括他的舅舅 那么来怎么样呢 当时 要把他带回王宫 结果带不回来 请不回来之后就是 靖范王就拜托他们说 不然就守护着他 他是王子嘛 还是有国家的重宝 重要人物还是守着他 结果他后来是因为喝了羊 修苦恨 修到了皮包骨啊 那个手啊从肚脐按下去 直接按到后面 直接按到后面 那么的时候 一日食一麻 人间最苦的修法 他几乎都修过了 他觉得不行 不行的时候 他起坐的时候 没有体力 没有体力就摔倒 摔倒的时候他就 匍匐前进了 到泥连禅河边 洗浴 洗澡能够让身体的气脉 重新流通 不然他身上污垢 这个时候呢 据说是天人 四线 那个牧羊女 他煮了什么 煮了羊乳粥 羊乳的话 分子比较小 你断食那么久的人 没办法吃牛乳 牛乳不好 这样说不好听 这个林凤云牛奶就不好卖了 是这样 那么就是 总而言之 世尊吃的是羊乳 羊乳 那么羊乳呢 在熬什么呢 熬那个米汁啊 那是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吃的 有些生病的时候我会这样吃 那么熬那个汁 怎么吃呢 就是那个米煮起来不容易啊 台北不是那个民权东路有恩祖宫吗 恩祖宫 恩祖宫 恩祖宫是谁啊 官老爷子 这是官地庙 官地庙都会拜拜的时候呢 拜什么 拜米 米糕米糕 米糕甜甜的 那我就会 那我就会拿那个泡羊奶或者牛奶去泡 也勉强算是羊乳粥 所以我对那个味道熟悉 那么牧羊女呢就让她呢吃这个羊乳粥 然后她就有气力修行 这是吴比丘所看到的样子 天人所看到的样子呢 当然也会是那样 但往下就开始不同了 往下怎么不同呢 那么她三七日都夜赌明星啊 对天地立誓 说我呢如果这一次做下来 我知道修道要入中道 太苦不行太乐不行 要入于中道 中道就是有饮食 那么呢也有用功 好不能够完全修苦恨不行 但也要相对是比较苦 立志也要 但不能过苦 那么她夜赌她呢 上这个曹菩提做的时候就立誓 我现在做上去 如果我不开悟我不悟得呢 这个这个这个 众生的解脱之法的话呢 我不其余做 为什么她会这样立誓 你立誓没有用 她立誓才有用 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到那个阶段 什么阶段呢 所有人间外道的修行法门 禅定法门 印度是最高深 全世界这个地球上面 没有一个国家民族 她修禅定的功夫 当年呢 以人类的立场来说 像印度人这么高深 各个太多人都能够修到了 非非想触天 已经是 这个无色帖天的顶天 没得修了 以人的身体再修没有了 再往上去叫界外 出不去 到顶 到顶出不去 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呢 就是 连个意识状态 分别意识的自我感 都 没有了 不是破了 是没有 就没有就不起作用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种子被大 大石头压住 不长树 不长树枝 不长芽出来 但不是死了 大 禅定的石头一挪开 他那个烦恼种子还会再长 但是那个禅定的石头有多大呢 有多大呢 八万大节 八万大节那么久 能够放那么久 能够支撑那么久 他是从一二四八这样来 那八万大节 那么 这个 因为这样 所以他不能够思维 没有那个我感 没有我感之后 就是没有烦恼感 他又没有开悟 又没有破我见 但是又没有烦恼感 结果这八万大节都耗在那里 浪费掉了 这就是所谓的 空无边处 事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非想处 到了非非想处的时候 的众生是这个样 这个只有印度才有这个名称 在佛出世前三千年 印度人就能够修到这样 就修到这样 汉人的文化里头 有这种人 但没有主流 也不记载在典籍中 所以 连这个名字都没有 汉人的古书里头 没有这个所谓的 空无边处 事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非想处 这种观念没有 汉人的古书 如果没有佛教 在两千年前引入的话 汉人古书当中 能够描述的东西 只有现在能够描述的三分之一 可能还不到 他的很多观念都是从佛经来的 汉人本来就没有 文化里头没有 文化里头没有 是不是没有人修到这样 就不知道了 但是文化里头是没有 所以他没有这种禅定概念 什么儒家讲定静安律德 有没有 定跟静 单独一个字静 那个静字深奥到这么深 那么外道修到那里 再也不能修了 没能力修 没工具可以修 因为已经没有一个我职的苦 可以让他存在感了 他就没得修了 结果世尊很快的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就修到那里 停在那 他从出禅二禅三禅四禅 很快的跟外道一起修 六年当中很快的就修到了 还不到六年了 不几年了 忘记了 就大概两三年之内 他就已经从一个没有禅定的人 一路从出禅二禅三禅四禅 然后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非想处 就修到那里去 他飞着修到那里去的时候 外道老师跟他讲你开悟了 你的生死了了 世尊就在那观察 他能够出那个禅定 出了禅定发现 照样有烦恼 不对啊 老师说了这样不对 所以他坐上菩提树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 没有人能教我了 我自己非得悟不可了 路走到这里来 天下的老师都没能力教我了 所以他剩下只有跟自己约定好 我非开悟不可 已经不用等别人了 所以他才会在那个时候 发这个愿 事不起于做 这个时候的天 他的弟子们 我们从地涌出的那些 六横和沙弟子们就等着 那势必会来的 大家都是 大家这电影重复演了八千次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果然 他误入 这个时候 这一世的生文人 或者现在的学者 就认为说 那是一尊佛第一次在人间成佛 那才不是 那是久远已经成佛 他是演那个戏来给大家看 好了 我为什么要讲这样的意思 就是让你不要被学术见解 或者生文人的见解所蒙蔽 现在这种见解 这个盛宵尘上 到处都有 那么好了 那么他开悟了之后呢 他要顺这一世的因缘去度五比丘 那五比丘不想理他 他认为他又去吃羊乳了 他不修苦恨 当年的印度以修苦恨为高 他认为他 他们所护持的太子呢 有点丢脸 怎么会从修苦恨回来呢 相约不见面 他们五个五比丘 没有比丘啊 他们五个人是他的亲戚 还有包括他的 他的马夫就车逆 我记得 没有 他的他的护卫 这五个人 其中有一位是那个谁呢 阿若乔臣如是他舅舅 亲舅舅 大家就约好了说 那个 驱坛 现在已经退道 你看他去喝羊乳 他坐在树下 不知道要干嘛 我们哦 不要理他 结果就在路野院的旁边 现在印度还在 我们上次去有去 距离路野院走路大概两三公里的地方 就等着 那世尊知道他们呢 已经重判亲离 没有人理 他了 外道他也要舍离 他剩下一个人孤独的面 面对这个要开悟的事情 终于开悟了 这个就不必多讲了 讲得太伤神 那么他就开悟了之后 他就第一个知道说 那个五比丘在那边 五个人在那边 打算不理他 他就走过来 走过来 这五个人呢 说好了 不理他了 他远远也看到他来 那整个那个庄严相 完全忘记了他们的约定 就站上来 五个人都不用讲 完全涌上去 一看到 那世尊就跪下来 然后他说 善来 比丘 连询问他们都没询问 就直接把他们五个给剃了 而且都不用拿剃刀 你懂吗 善来 比丘 讲完头发就掉了 胡须也掉了 然后天上就掉下来架杀 那他穿上 那是心念所感 一点都不难 观音菩萨因以合身得度 本来就能这样 观音菩萨都能这样 是何况世尊 他们就开始修道 这个时候的人间历史 来记载他的话是说 那释迦佛第一次成佛 第一次开始有五弟子 五位生文弟子 他才开始讲阿含经 才不是这样 但是人间的记录是这样 人的凡夫肉眼能看的 就是这个样子 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呢 真实的情况是 他坐在那里 还没来度这五个人的时候 已经开始讲华颜经 那么来度了这五个之后 他继续讲华颜经 那怎么办 他没有跟吴比丘请假 他没有说 我等下讲了 你们听不懂啊 你们就去睡觉 或者先去干嘛 等下我先要去跟界外的 我九九九 九年长久无量节以前 教导的弟子呢 跟他们讲华颜经 不是这样讲的喔 不是 不是这样子 他怎样 他正在人间看到的是 他对吴比丘讲 他对吴比丘讲 但是在法界当中呢 是一群什么呢 一群他的所谓六横河沙的九元以度化的弟子们 从地涌出呢 听他讲华颜 同一个时间 他讲 比如我现在正在讲 你们听到的是我在讲 法华经的这个简介 但是鬼神听到的不是这样 听到是我心里头另外的一传话 所以叫做同听异文 懂吗 同样都在那里听异文 异文有两种 一种是我跟你讲 这个人跟这个人异文 他们两个人体会的不一样 叫同听异文 这是人间的所谓同听异文 另外 在法界当中是同一个空间当中 我正在讲阿含的同时呢 就是讲华颜 所以有人问说 华颜是什么时候集结的 华颜是什么时候集结的 世尊随时因缘到就讲华颜 随时因缘到就可以讲大圣经 所以不能集结 哪有什么集结 只有阿含经才有集结 他讲完了 然后人家就记忆 记忆听懂吗 用记的 阿含经就是阿难送出 然后伍百罗汉就是 印证看对或不对 讨论一下子 因为他们的神通就这样而已 能记录已经很不错了 那有一个结束 有一个开始 所以才能集结 大圣经怎么集结 随时都可以通五十的 讲华颜 讲般若 讲法华 都可以 所以 这是由菩萨记载 菩萨记录 他不需要做这个集结 当然也有人说 那富楼那到别的地方去集结 因为五百罗汉在 在那个什么 七叶窟当中 集结 所谓的阿含经 跟 滤藏 所谓的 八十寿滤 就是一个结下九十天嘛 九十天当中有八十天呢 或者是八十次 背出来 那被记录成八十种 八十套的记录 每一次的记录内容都不同 叫做送 叫八十送律 八十送律 八十送律后来废 原始的内容不见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去记录八十送律 为什么呢 因为阿罗汉们 对于世尊的戒律有意见 记录方式有不同 我所知道的 我记我知道的 你知道的 你记你知道的 结果呢 大家记各自知道的 结果八十送律呢 就这样废掉 世尊讲了一部八十送律 不能这样讲 当年被记录八十次的内容 记录下来之后呢 其他弟子们 以阿罗汉们的 依他认知的方式去背下来 他不要了他就不背 他认为不太可能 他就不背 或者依着他自己的记忆 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记忆去背 你这位罗汉用那个方式 那个罗汉用那个方式 结果呢 各自背的不同 就八十送律就不传 就自己废掉了 因为没有人专门记八十送律 所以你要知道 在人间像的佛法流传呢 它是经由人的经验 在那边生灭象 但大圣法不同 大圣法就在那个时候 世尊讲这个教法的时候 正在讲这个 华言教法的时候 他也是被记录为 正在讲阿罕 同一时间 所以你不会是知道 世尊在什么时候 专门讲阿罕 要不要讲华言 阿罕是人间流转的 华言是界外菩萨 跟界 特别是界外的菩萨们 在流转 在流通的 世尊任何时间 都可以用他的神通力 在同一个空间当中 对着菩萨 界外的菩萨讲说 这就是法华经上讲的 从下发来 六横和沙的九柱弟子 是这些人 这些人一直到法华会上 才显现出来 好了 那么 世尊讲这个法 阿罕人不懂 也就是所谓 我们这种凡夫 是不懂花言 他这些不懂怎么办 我们人懂的是什么 就懂第二种 第二识 叫做欧汉死 欧汉是传来的教法 无比法 阿者无眼 韩者比对 也可以说是传来的 久远辗转被传递下来的法 也就是阿罕 阿罕经 在阿罕经 是人类经验中能够理解的法 华言 法华都超越人类的经验 你看看 从地涌出 六横和沙的九远弟子 那么那个弥勒菩萨呢 在九远节以前 他就是奉送不通力 好有足性家 简单说就是 爱串门子 爱交朋友 整天拿着念诸不念佛 到处串门子找人聊天 这就是弥勒菩萨的样貌 所以他认识很多人 你懂吗 是这样 以前我在南普陀拉也好 在这个满洲也好 我们有些比丘 周边哪里哪座山 山里哪条路路里哪一个人住 他都比我还清楚 我住了十年 我都搞不清楚 这哪里有哪里 我忙嘛 他们呢 好有足性家 到处去串门子 通通周边的人都认识 自然是这样 结果凭他这样包打听 尼勒菩萨这种包打听的 这六万横河沙弟子一出来 是呀 死了 没有一个认得 他觉得 有点离谱 有一点离谱 我都已经是包打听了 怎么这一个我都不认识呢 他就去问佛 说这奇怪啊 这些老兄们 这些大德们从哪来啊 哎哟 每个都是武林高手 都是什么大菩萨们 这样世尊呢 大眼不瞧他一下 这我弟子啊 这更把什么呢 更把弥勒菩萨给吓坏了 你的弟子 你的弟子 我哪一个不守啊 这怎么会这个六万横河沙 没有一个我认得呢 吓坏了 这就是人间像 懂吗 弥勒菩萨所表现的 就是表现人间像那个样子 了解吗 就认为 世尊就现在成佛嘛 成佛呢就出前夜城 度化众生嘛 哪个弟子我弥勒菩萨 不知道的 开玩笑 我掰打听耶 我包打听 哪一个不认识 现在的六万横河沙 没有一个认得 这怎么可能 世尊还说 你教他的 你成佛四十年耶 你怎么可能教那么多呢 不吃不喝不睡 也不可能教出这一类人啊 好吧就算你教得了他们 他们修也不可能修 四十年修这么好啊 他就是在怀疑这个 他就是在怀疑这个 世尊跟他怎么讲 所以跟他讲 你应当披荆尽开 应当相信世尊所说 说了三次 因为很重要 所以说三次 这种道理 世尊那个时代就已经知道了 很重要 所以说三次 汝当信解佛语 汝当信解佛语 就在讲这个 所以这超出人类的经验 也超出了弥勒菩萨的经验 你要知道弥勒菩萨是什么好人物 他是下一尊佛 他都还可以不知道 那你就想 那你就知道了说 这里头有多么深奥的道理 久远竭来 世尊就已经成佛 所以这就是世尊讲阿寒 不是阿寒的同时 就已经在讲华言 已经久远以来一路渡的这些人 这些不可思议的菩萨们 好了 那我们凡夫听的是阿寒 阿寒是什么 人间苦相 慢慢的呢 慢慢的呢 就被导引造方等教 方等教也是十方皆等 泛泛的四教并谈 障通别远 通通讲 也就是有讲生文的教法 苦空无常 也讲不思议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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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实相 那么讲空性呢 也讲 缘起性空 也讲空而不空 也讲实相的什么呢 空中出妙有 妙有入于中到实相的这种 三地圆融的空性见 各种空都讲 那么到了这样子讲的话呢 他诱导你的是离开你那个生文的安稳相 开始探大包园 探赞探大乘 包园就是什么呢 赞探包讲 包讲原教的法门 也就是实相的法门 让你呢 这个阿寒人开始怎么样 谈偏赐小 开始觉得自己这个学小秤有点low 有点低接 有点动他的心 准备让他在法华会上的时候 心欢喜的接受 世尊在法华会上 把他们统统倒归为大臣 大臣 准备这样做 好了 这样子呢 讲说了二十二年的方等经 讲完了之后 再来开始讲什么呢 般若 般若是什么呢 不再广说 葬通别园 世教 不再这么讲 这个正所缘 代通别而正所缘 也就是 他还是要把身为人 所知道的那个道理 代一下 但主要的把它导入到 原教的那种实相法门 也就是准备要来接受 法华的道理 大大的在那里讲 讲了般若 重点在讲这个实相的道理 但是要带上 把过去他懂的 这个通别的道理把它带上来 好了 这样就调手到般若时的时候 终于准备好了 准备好的最后一个阶段 干什么呢 世尊基于跟这个文殊菩萨演了一出戏 文殊菩萨有一次 就在世尊呢 准备差不多因缘到了要讲法华的时候 他要把般若教法总结 然后才让世尊整个道理 导引进入法华来 那怎么办 要做个总结 可是众生都不知道啊 那怎么办呢 他就 请世尊讲了《无量易经》 所以《无量易经》就是 总结般若第四词 引入到法华捏盘第五词 这时间的词 第五个阶段 总结第四个阶段 进入到第五个阶段的一个 承先启后的一部经 它叫做《无量易经》 那么世尊讲完《无量易经》之后呢 就是把法华的序曲打开了 懂吗 就是所谓的大门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已经带到了法华的这间房子前面来 那么要让大家看一看 这间房子有多么富丽堂皇 进入法华这间房子 干嘛 一定要卖个官子 所以世尊就去入定 就去入定 讲完了《无量易经》就入定去了 也就是让你们在房子外面参观一下 才要带你们进去 你才会专注嘛 这参观的状态 就是序分所讲的 懂吗 这个弥勒菩萨正在参观呢 他说他看到了什么 又看到了什么 他开始怀疑啊 怎么是做这样 怎么这个房子长这样 怎么这个是这样 怎么是那样 充满了疑问 到底世尊是要讲什么 要带我们到哪里去 盖的房子是长什么样 就在讲 这个是比喻 我在讲的是比喻 意思是说 他要导引到第五十来之前 一定要让你对第四十做个总结 第五十做个review 做一个鸟看 所以序分呢 正在说什么 他序分真正是什么 一般来讲序就是指说发起 可以 就是发起 发起就是序 序有点什么 序言 就是说讲一个大概这样 其实序分很重要 序分是很重要 序分就是讲一个大概 那个大概一定让你不清楚 不清不楚 所以你才会产生什么 强大的好奇 往内文里头去听 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交代 交代整部内 整部经的主要精神 或者我们一本书 我们写一封序 写一张序 也是在总说这个教法的 这整部书的主张 我们定了宗教基本法的时候 也要写一个序 那叫做立法说明 摆在前面 给未来的人要去看这个法条的时候 有个参考说 当年是谁啊 什么人用什么想法去立这种法条 是这样 那么当然了 这个立法条有各种不同的哲学想法 那么这个就是要需要一些哲冲 需要一些相互了解 这样 那就是序 所以你这个序要全懂了之后 你大概整部法华经的一个核心的概念 世尊要让我们懂什么 大概就很清楚 好 那么这样知道这个意思了 我们来看看 他这个序分呢 他正提到了什么 提到了说 他在弥勒菩萨看了释迦佛 入这个无量益处三昧 无量益三昧的时候 就是讲完那个无量益经之后 入这个无量益处的三昧 无量益三昧 入这个无量益三昧的时候 他放光 怪啦 世尊入定 他干什么放光呢 一定是有意思 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要我们知道什么 那到底他要我们看到了什么 他就讲到了 他说他看到了六度当中的修禅定 又见菩萨的四四页当中 又见菩萨 我是指我们印的这本书 四四页讲过 又见菩萨极然厌没 那么这个天荣恭敬不以为喜 喜了再讲的是禅定 六度当中的禅定 接着呢 又见菩萨 一心意不动的时候呢 天荣鬼神就知道了 知道他就来恭敬你 懂吗 天人鬼神修仙道的 鬼神道的 他会跟人是有连结的 你比如说道教 民间信仰当中的那个 妈祖啦 佛母啦等等 他都会来度人啊 他度人的时候 需要一个基童 基童就是帮他服务的 帮他服务的一个明界 所以他需要人的这种关系 天荣护法也是 他要护法 他也会找护法的对象 那这护法那也要过去有缘 这都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 像我从小我 偶尔因为生病嘛 我会被带去那种民间信仰 找那五年千岁 五年千岁 千岁 千岁 大概就将军来做神 那种 有可能是鬼 比较有能力的鬼 也有可能是修仙术 是这样 但是讲千岁 比较接近于是一种鬼 有大能力的鬼 那讲到佛母了 那就比较算是修仙道 像我们见万佛寺的 这个民间信仰的那尊神啊 那就修的是仙道 很清净 他也不会透过什么事情来找我 反倒是其他的佛母 常常透过人来找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也不知道 刚刚陈师傅才听到 那说什么也有道教的 要来帮我们经营小普陀 怎么样 因为我没钱嘛 老子耗在那也不行 因为那个小普陀 是修仙道的人 当年只是说要怎么见 里头有二十四星宿的这个摆法 按照他们八卦的摆法 有这样 我们佛教没在用 就是修行而已 有这个气场很强 hold在那 有这么一个人 他就是引进那些 国外的那种气场的仪 他拿来万佛寺策 通通不准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都强到不行 都是红的 好强好强这样 你一看他病厌厌的 下去量也是强的 结果最后才发现说 整个磁场太强了 所以早年我们来的时候 都有那个道教 台南很多 那叫做 那叫做什么呢 那叫做这个 专门在跑林山的 他都会来这个 来这里啊 那个那个 做仪式 所以我们早年会立牌子 写着说不要起基 不要修仙法 不要这样 那刚开始几年还会了 后来久久他们话会传出去 那就没有 不过现在宗教基本法正要定 又得跟他们拉拢关系 才可以 所以现在要是什么佛母要找我 我都怎么样 OK 所以呢 我最近就要去龙山寺 17号 17号龙山寺有个佛母 办了一场法会 透过一个比丘尼办 是佛母办 佛母王爷他们办 在龙山寺前面 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17号 17号台北龙山寺 就是和平西路那里 我最近才在 我最近船界才从那里经过 是这样 那里有好多游民 好多游民 是这样 你不要以为游民一定是很穷的 不一定 他就喜欢做游民 你懂吗 台湾人看游民 总认为那是要乞丐 或者叫丐帮 你要是有印度文化做基础 那个 那里头有修行人 你要小心一点 你不要随便看不起他们 你要不信你跟他生活一天看看 他随便地上扛的就能睡 人家走来走去他照样睡 人家看他怎么样他都无所谓 丢给他个便当 好吃不好吃他都能吃 你要跟他跟他一天 你试看看好了 所以我都很尊重他们 很厉害 躺在地上都能睡 我也能 但是呢 现在都不好这么干 会被人家狗仔 到时候在铺上网去以为我是怎样 欠钱一招咯 是 是这样子 最近我又找 最近又缺钱了 然后我们找我们那个 找我们那个什么呢 那个我们 道清师父开始就问了说到哪里可以借钱 是这样 那我在想 我们师父们的身份证 是不是也要再救一下 是这样子 拿身份证去救更快 像这些就是天龙 天人 或者是鬼神 都算在内 会有缘 那有缘他就会怎样 他就会对你表示 要不就是尊重 要不就是指示 要不就是跟你合作 这一类 但是呢 修道人不以为喜 也不跟他做交换 也不一定 也不这样做 像我来这里 我完全不知道西方佛母的状况是怎样 都是老尼斯才知道的 那他西方佛母有什么意见呢 他都透过老尼斯跟我讲 对面那个什么呢 那个蓝牙园区啊 我是被告知的啊 我们的土地公 跟那边的土地公 还被找去开会 你知道吧 开会的时候 那边的土地公呢 有意见 跟西方佛母报告说 他有意见 他觉得不应该我去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是法杖 法杖法师那个万佛寺 老盖不起来 他说我盖不起来 对啊 我是盖不起来 我是还缺钱嘛 还没盖起来 那这个 还来接 这个 这个蓝牙金色 太辛苦了 他没有恶意 他说太辛苦 我们这里的土地公呢 当场表示异议 他说啊 没关系啦 这个我们会帮忙了 不过话说回来 帮到现在 怎么都没有钱进来 所以 他是为帮忙 情况是怎样 结果后来呢 西方佛母就说 好啦那可以 可以 他就跟老尼斯讲 老尼斯有一次打电话 给资客师傅 那资客师傅告诉我 我说老尼斯很急的要找你 我说老尼斯 我们来这七八年 五六年了 根本没什么打招呼 他忙他的我忙我的 怎么突然间想急事找我咧 哎呀 有点忐忑 没什么打招呼 就来了 就啵啵啵讲啦 说什么有人要来买他那块地啦 要花多少钱多少钱啦 后来没买成功啦 啪啪啪啪啪这样讲 我什么话都没说 我就知道了 我就说 我心在想 现在不要跟我谈钱 我根本没钱 老尼斯也看我面露难色 他也知道 他就跟我讲了 不过呢 那佛母点名你 法师你 我 我可是我没有钱啊 人家要跟你买两亿 我没有钱 两个亿 我没有钱 老尼斯说 不要紧啦 自己的人算得稍微 自己人算便宜一点 意思是这样 那最后就 七讲八讲 我说我现在没现金啊 自己的人慢慢留就好了 慢慢有多少拿多少 其实老尼斯根本不是在卖四月 他是在讲一个诚意 老尼斯 西方佛母跟老尼斯讲 他说 我们交给三宝就好了 是很了不起 所以说后来我 因为这种话我听我才知道 修仙道的人 的神奇啊 或者是鬼神啊 其实有的都很提得起 放得下 他可能就四线在那里修仙道 是这样 是这样 我们跟他根本没有 我们没有这个特别的用意啊 我后来还提议 我后来还提议说 人家那个 藏传佛教都有那种护法神庙 我们是不是也建一个护法神庙啊 你知道那西方佛母怎么说 他透过老尼斯说 不用啦 我就在那 后来我们就带大家去 哎 我没有带大家去啦 下次我看有不空我带你们去 很庄严的 学师物都知道啦 信师物啊 成师物 灰师物都知道 他们都去过了 在哪里啊 南化 南化 南化那个山上面呢 它是第一间 很庄严 圆的 圆的 那么西方佛母的本尊就在那里 很庄严的 那我偶尔会去一下 请他帮忙啊 赶快这里建好啊 怎么样啊 他都没有什么给我运行 给我什么入梦啊 都没有 所以我就 说归说啦 就当做是父法神 求帮忙 请帮忙 这样而已啊 我们没有跪拜 我比丘也不能跪拜 我们不这样做 我们就道人相见这样 那么还有一外一个佛母呢 跑着来 透过他的学生弟子 跑来跟我讲 他说我在周朝的时候 佛教都还没传进中国 我就在哪里修行 我名字叫什么 柱子是什么 居然还有柱子耶 我还信什么我都知道耶 我咧咧 当然了 听听就好了 这些的如过眼烟云 不一定真 但人家也不一定要骗你 那这些对你也没有什么多大意义 修道要知道六道轮回是必然在的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我们不再理尽一切外道 礼拜外道 但是呢我们可以表示尊重 也可以请求协助 OK的 就像我们是出家人 我们出去外面路不行了 我们要找人家修路啊 店没有我们要找人家拉店员啊 你没有样样行啊 但是要诚恳 要真诚 要慈悲 对待众生 这一点不便 了解吗 是这样 不能傲慢 但也不能够失了本分 那么请求帮忙OK 我们不可能样样行啊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不可能这样 这个 不以为喜是这个意思 我们既不是说 跟人家隔爱 我们也不是说 产生那种惨媚心 还有人家尊重你 你也不能产生傲慢心 这都跟那个无关 接着就出现了 这叫智利 接着下面那句是利他 禅定能够利他 老生一座香 今时 今三亿能化 若不能够观石像 滴水也难消 听懂意思吗 众生供养 一滴水我都难消化 如果我不观察实相 我不念佛求生极乐 我不好好修行持戒 滴水我难消 如果我能够观察实相 我能够持戒 我能够禅修 那么呢 你供养我一座金山 我化掉你 刚好而已 知道懂吗 这就是下面这句 又见菩萨 楚灵放光 记地狱苦令入佛道 他在禅定当中 发的是慈悲光 众生在地狱当中 是暗暗无有天日 你有两种方法可以放光 给他知道 第一 三种方法 第一 借佛的咒语 念破地狱真言 普召景真言等 或佛的经文 来地狱破照光 第二 你自己的慈悲相应 禅修当中 楚灵放光 这个光不是没事你放 是具有悲悯之心 慈悲之心 懂吗 慈悲之心 放光 而且特别是 观想到地狱众生苦 要用观想的 观想地狱众生苦 地狱众生怎么苦呢 下油锅上刀山 寒冰地狱 寒冷或者被 开场口渡 无有就寮 不见父母 没有 没有可以嫉妒的 好苦 都是自己受罪而来 那他都是你的父母 要自他患 那你悲心深切 那又有禅定 献禅定之光 利益地狱众生 观想地狱 能这样 这就利他 楚灵放光 寄地狱 一句话而已 可是大修行 是悲心的修行 那么 还能够让他从地狱出 一道光出现 跟着那道光出来 出来之后到哪去 接引他到极乐世界 或接引他到善 到处投胎 那么当然更有因缘的就是 能够跟他讲法 那要看因缘 所以叫令入佛道 不是去成佛啦 没那么简单 就是能够去归依 能够去好的地方投胎 能够 我们大乘佛法 就请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 皆与他往生 所以这就是放蒙山的意思 就在这里了 处灵放光 看到禅定 第二呢 看到的什么呢 看到精进 看到精进 又见佛子 未尝睡眠 精行临终 勤求佛道 不睡觉 不睡觉 跟什么呢 在临终精行 精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 跟禅修 静坐呢 基于等量齐观 因为你坐久了 你身体会坏 要走 懂吗 而走路呢 是很好的一种修行 正走逆走 不过出家人没有逆走啦 就是正走 而顺时针方向走 有时候是当点来回 有时候是悬绕 悬绕表恭敬 前后来回呢 要代表思考 是这样 古人都会懂这个道理 你边走的时候 血气会动 脑中做思考 所以叫做精行临终 未尝睡眠 精进的人 精进的菩萨呢 一个月两个月不睡觉 很多 那不是我们的 我们没能力 但人间他甚至于有一个修法 叫常立三昧 也就佛立三昧 不是常立 常立三昧 也可以叫佛立三昧 也可以叫做常行三昧 那比如就是什么呢 波舟三昧 波舟三昧 三个月一百天不睡觉 那真的很累怎么办 很累怎么办 用那个绳子 掉一个缸 掉一个圆圈 把手伸进去 就要挂着 不能躺下 躺下去你就一躺躺 醒不回来了 是这样 上厕所也不能用坐 要用蹲的 不然你一坐下去会睡着 吃饭了大概也都站着吃 半站着吃 你坐着去就会睡着 第一个礼拜 你的脚完全肿起来 为什么 那个血气不足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吃什么呢 天王补心丹 就这样来的 当年不要笑 当年的什么 当年的 那个 南山律师 道宣律师 在修波舟三昧的时候 就是因为遇到这样 天王护持他 就给他一个帖子 就是补心脏力量用的 所以这是天王所教导的 那么叫做 补那个心脏心力 心力够了 你那个血液才打得上来 脚的肿才能消 所以是天王给的 叫天王补心丹 我们现在都有嘛 那个其实也没复杂 但就是补心补心的 这样子 那么 这个就是所谓的精进 勤修佛道 那么勤求佛道 这是精进度 再来 持戒度 又来了 又见俱戒 威夷无缺 尽如宝珠 以求佛道 他呢 持戒 你看哦 先讲禅定 禅定了之后 精进的修行 精进的修行 虽说精进 如果没有戒律呢 一切精进有漏 所以又以戒律 马上跟上来就是戒律 这是久修的人 他先讲 先讲他禅定 不然应该是 思戒忍尽禅 不思持戒 持戒在第二才对 那但是这里呢 他把顺序倒了 重新变换 好 那么呢 就又见俱戒 威夷无缺 又看到有人持戒 持戒是一种表 是一种动作 那我怎么能看 就知道他持戒呢 你知道什么原因 因为戒有戒相 相就是表现出那个威夷一样 持戒人的戒相 他有他特别的样貌 他会看得出来 有人把这个戒相内说 为一种随缘放矿 那就比较属于禅宗的修法 他的心是很警觉 可是他表面出来 表现出来比较随缘的样貌 那就没有那个戒相型 戒相出来 一般凡夫就看不出来 这里的话就是 他就是看得出来 他任何凡夫都看得到 就是庄严的样子 人家这样看得比较欢喜 世尊说 利益众生最快的有两个方法 让众生幸福于你的 相信你最快的 第一种 修苦恨 第二种 持戒 大家都看得到 眼见为凭 这样懂吗 大陆也有道场 他穿得破破烂烂 背了背包 在外面金行 说什么不持金钱 然后呢 就等下脱坡了 搞了这个 好像别人都不是修行人了 别人都假的了 弄得这样 后来的大陆那些出家人 也开始在那边讲话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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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怎么做成这个样呢 持戒可以 但是你不能排他 你懂吗 你看我这么持戒 你看看你看看 我这才像比丘 你们看你们看 你们看我像比丘 啊 那你像比丘 那别人呢 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这话怎么说呢 有一次 我亲近海公 那么呢 正在传戒的时候呢 我就跟海公讲 我也要到那戒场去讲戒 那我就说 传戒的广告上面 有讲了一句话 四个字 如法传戒 海公就讲话了 到海律师他就讲话 他说把如法两个字拿掉 我刚开始没听懂 你讲如法 别人不如法 哦 对对对 那我就赶快去跟我的 法师兄讲 我说我们以后传戒 广告词上面 那个海报 池上面 如法两个字拿掉 依佛至传戒 勉勉强强 我就这样跟他讲 这样懂意思吗 持戒 又见俱戒 威夷无缺 这个不是拿来 区隔众生用 拿来区隔 我威夷好哦 那你们 你们就看着办 这样不是用这种方法 持戒不是要来跟人家区隔 我是有戒律 别人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持戒的人呢 是会 会内恋 他不会让人感觉 有伤害性 跟区隔性 这才叫持戒 我一人持戒 天下都遭殃 天下人都不持戒 哦 你这个这个 这样子佛法不合合了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居士 我常劝居士 不要去赞美 公开赞美 哦 那位长老好有羞 好持戒哦 你这样就可能伤害其他长老了 你应该这样讲 哦 那位长老我很相应 他讲戒律我很相应 他讲佛法我很相应 他讲佛法我很相应 这样OK 一个人相应 你说他最持戒了 他最有羞了 讲一个罪字 啊完了 就是人家出家人都和和相互赞叹 被你这些居士啊搞的都不和和 都要搞的好像有对立 其实这很不好 那居士们在那生起对立 你看那世间人啊 那个粉丝跟粉丝会骂架 会吵架起来 就这样子 我们不是世俗人 我们是佛门 你要和和 懂我意思吗 所以说又见俱见 威夷无缺 我们心里知道就好 因为我们凡夫啊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威夷无缺 是不是真的叫做有持戒 天魔外道也可以持戒得很威夷无缺啊 也可以装那个样子给你看啊 这样你了解意思吗 所以说这个呢 不要去做乱分别 不过但是呢 静如宝珠这是真的 在放光当中他看得到是真的 好 这以下就讲到问戒的问题 接着他又看到 又见佛指柱忍辱力真上慢人 恶骂垂打皆惜能忍啊 依求佛道 这讲忍辱了 这讲忍辱了 那时间到 我们明天再讲 向下闻常复以来日无回向 众生无编顺眼度 烦恼无尽顺眼断 法门无量顺学 佛道无上顺眼诚 至规于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至规于法 当愿众生 深入心脏 智慧如海 至规于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四众恩 下祭三徒古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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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